翡翠堵石,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 沒有殺,掙脫是皮身 無論它中水翻得多厲害 花石我們把它切下 切石頭,同行的資訊非常重要 在石頭買來之後 我們就已經在同行的口中了解到 這塊材料切小了光感一般 而光感則是小件高價值的必要條件 這一坨也是這些裂口 酒都可以敲掉 石頭一共有三塊,三個石頭 種水色都已經完全裸露出來 一塊無裂 一塊有斷葉 一塊有碎葉 所以我們會以三種尺寸的分解 在最後告訴你們 為什麼這塊石頭一定要切大件 下午實際我們就做這兩塊料 就把它修得鼓鼓的 就是要把它厚大完美 把這個給保留好 大方向不會改變的 或許你都會認為回頭會不會又變成小小可以 不會啦不會啦 無論它種水翻得多厲害 我也發誓我不把它切小 那現在為了小心一點 其實還是小塊的這裡面這些 切出來看效果吧 好,我剛才那個發誓的還是算的 雖然發誓不能切小 但是有裂還是得聽石頭的話 先把裂解開看看效果 再對大件的重頭戲進行判斷 這剝完以後應該是我看一顆兩顆 然後這裡一顆三顆吧 這一刀先切了 這個裂是通的 這個腳 這個腳再劈一點 回頭會弄得飽滿一點 邊上這些你就整一整 反正現在就是絕地一整剪刀 這塊石頭對半進行分解 分解出來的顏色成金 膠感很強 用現在的話來說 這就是糖果色 不過這還不是重點 接下來要分解的 才是真正的重器 如果材料切兩片 腫水能釋放出來 而且能達成價值最高的厚張尺寸 流通性更是會提高不少 聽起來全是優點 但裝了是卻不這麼認為 這個直接切 就把這兩刀切下來給我 直接去拍些 這個大概理解我們到時候 會直接用來創作了 從前兩塊就已經能看出 材料越大 膠感色彩越特別 普通的翡翠取小件翻筒不難 但取大件更美的材料 這更是不容易 所以這件石頭 根本不需要怎麼分解 就已經是一件重器 來吧 大膚帶咪了 太厚了 經過簡單的打磨拉光 把大小不移的三種分解方式 進行對比 三塊材料不管是色彩 還是整體呈現的交感 都因為厚度大小的增加 在不斷變好 人與石頭之間沒有真相 在切開之前 只有對各自的想像